字幕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做齊CLX comment like and share 同時在不同的社交媒體 搜尋陳俊申三個字 就可以找到多些師傅的影片和資料 今集我們要講講這個話題 就是擇一擇 擇一擇 擇一擇擇一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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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知道應用在不同方面上 但是我覺得 都比較有困難 或者比較難度的 就是一個生孩子 生嬰兒的擇日 因為大家都知道 可能也有很多一些 困難 是在裡面的 是嗎?師傅? 你說一個局限性 其實一定是有的 其實不單止是 這個擇日生孩子 其實有時候結婚 其實都會有的 結婚擇日也會有的 當然擇日生孩子的 局限性會更加大 更加多 今天我們就嘗試講這個話題 之前也沒有討論過 和我們的網友觀眾 沒有討論過這件事情 今天嘗試講這個話題 擇一擇仔 一直到現在 都很多年 三四十年 擇日生孩子 近這二十多年 就會流行一些 其實爭議都會比較大 爭議 例如有些人說 擇日生孩子 其實有沒有效的 又或者 是不是逆天而行的 其實最主要來說 我聽得比較多的 會是這兩個問題 首先 講擇日生孩子有沒有效 我可以回答大家 是有效的 絕對是有效的 我們人一出生 頭一出來 吸到這口氣 在天地之間吸到 天地這個宇宙這口氣 其實就已經跟這個宇宙 跟這個天地間 產生了一個連結 你就會受著這個宇宙的 星體的運行 所影響 所以是有效的 還有 看回一些實際的數據 在我算命的生涯裏面 你都會接觸到 有一些的命 是摘一山仔的 是算到的 是完完全全 跟我們自然生產 是沒有分別 一樣算到的 所以我到這一刻為止 我就會覺得 是有效的 因為自己經歷過 驗證過 看過一些數據 或者自己已經有些個案子 在手上 又或者我們看回 我們娛樂圈 娛樂圈有某 有某些明星 其實都是摘了一山出來的 那條命 那就不一定說 清得上很好 是辛苦的命來的 但是他的運行得很漂亮 所以他在娛樂圈 到今時今日 依然是很旺的 尤其是在大陸 當時他的父母 在電視上做訪問 都說明 說 日子 出生的日子 是找師傅去摘的 而且你看到有些有錢人 一些小孩 都是找人摘一開刀的 他會有他的功效性在 另外 有些人說會不會逆天而行 當然 自然生產 都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你問是不是逆天而行 其實我覺得很多東西都是逆天而行 但問題是有沒有傷天害理 我舉個例 但是我們大自然 就日出 就移作 日入移息 發明了燈泡 發明了這個 發光的裝置 其實是不是逆天而行呢 搞到那些人日夜顛倒的工作 其實都是逆天而行的 這樣 我覺得不構成一個太大的問題 但是自然生產 我覺得都是 你想的都可以的 沒有問題 如果你的能力 我指的是經濟能力 經濟能力許可 又信玄學這件事 又信某一個師傅的話 你有這樣的條件 那你想去選擇 又不介意 不自然生 這樣都可以的 都是一個選擇來的 那可以呢 擇日的話 可以擇一個 那個命盤排出來 會比較理想 或者比較均等 或者是 就是比較事業 或者讀書比較好一些的 一些的命盤出來 那變了 那之後來講 小朋友也好 你家俊也好 你要費心的東西 沒有那麼大 這個是其中一個東西 那第二件事 亦都是 我曾經遇過的 亦都令到我嚇到的 就要跟大家講 擇日生仔 自己 不要自己 封門通勝去擇 這個嚴重性 是很大的效果 亦都可以很 挺強好心軟 你在通勝度 你會見到 疑結婚 疑擺酒 疑入伙 但是你從來不會見到 什麼疑疑 宅一生仔 沒有這些東西 所以大家不要 拿一本通勝就亂來 如果你真的想找人 宅一生小朋友的話 麻煩你找一個 在命理方面特別專精的師傅 因為這個是涉及命理的 如果他專精風水 而不專精命理 都不行 一定是要專精命理的 這部分特別強 指評八字也好 指味斗數也好 總之跟命理有關的東西 去摘日 因為 摘日生仔 我們是講的是 摘一個好的命盤出來 年、月、日、時去兼顧 去產生一個 比較完整 或者是比較圓滿的人生 當然你不能夠 每一飯都很圓滿 但僅有些東西你會覺得比較好的 例如 中年事業發達 或者是少年讀書運很好 之後又平平穩穩 這樣 已經是不錯的了 總之 麻煩 不要 用通識責任就可以了 那就一定是要找這些專業的師傅 因為專業師傅 除了跟你計整個命盤 那條命行不行 他另外還要跟你兼顧運 因為男的命和女的命 那些運排出來是調轉行的 所以 我們也要兼顧男的命 和女的命 總之運 和命一定要兼顧得好才行 你純粹要找通性責任 第一 你兼顧不到這條命 第二 兼顧不到運 米濟 米濟 麻煩 好 剛剛講了這麼久 講這個 責任生子的一些事情 那是不是我有錢 又信玄學 又信那個師傅 就一定責到呢 是不是呢 不是的 其實有局限性的 不是有錢大了的 你可以謀事在人 但是成善一定是在天的 自己 當然你要自己先爭取了 至於你成不成事 看個天 看個天 但是你有能力的話 你一定是要去爭取的 舉個例子 有一個升職機會 你博不博啊 一定是博的 至於升不升你 到時看老闆看公司的 就是這樣了 所以大家考慮的 這件事 看看你自己 信不信這件事 自然生也好 責任也好 無所謂的 只不過 我們現在是探討內容而已 現在呢 我就跟大家講講局限性 在哪裏 我們分開來講 第一樣 講的就是一個先天性的局限 先天性的局限 假設那個父母 本身的子女公 和子女星 根本就是忌的 即不是好東西來的 基本上呢 你很難有一個很厲害的小朋友 比較難的 假設你摘到日子 摘到一個很厲害的八字 或者很好的八字都好 他長大之後呢 和父母親之間的緣分 其實都會比較薄弱的 都會有這個情況的 舉個例子 怎樣薄弱化呢 可能小時候就丟那個小孩 那個小孩讀書很厲害 你很小時候就丟去技術學校 就相處少了 然後他又去外國發展 發展完之後 又不回來你身邊 那這些就叫做懸博 甚至有些小孩讀書 然後發展事業也好 他未必拿一些 比較可觀的錢回來 供養父母 都不出奇的 這個就涉及那個人的子女公 即那個父母子女公 和子女星是起還是忌了 有這個影響 所以呢 如果子女公又是忌神 子女星又是忌神 你有錢上找個師傅摘 都不容易摘得到的 摘得到也難些生的 另外就是那個預產期的局限 即是摘日來講 我們必須要配合年、月、日、時 但有時預產期就是那幾天 那幾天的話 就已經局限了你之後的日子 和時辰了 所以不容易的 不容易的 通常我們摘日的話 希望整個命盤裡面 那個營蔥是少些的 舉個例子 假設你的預產期是八月中的 那你就糟糕了 今年的八月中就是冒生月 今年的流年就是任人月 年和月就是天他地蔥 那營蔥就明顯了 通常呢 營蔥比較明顯 那些人的性格會比較偏激少少 或者脾氣會激烈少少 一有反應的話 都會影響成長 或者之後的性格 心性的發展都是會的 或者年代表就是祖輩 月代表是父母公 年月相沖的話 也可以是因為家族有些問題 或者家族有些故事 影響到這個孩子 都不出奇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所說的先天性局限 跟著我們再說一個局限 這個局限就是經濟局限 那有些人呢 想扎了3B 外於這個經濟的問題 其實你沒有錢 以現在計算的話 就讓我如果你想開刀的話 就讓我大概十萬 或者十幾萬 那有些人是沒有這麼寬裕的 那個經濟 其實已經就沒得想了 這件事情 那有些了 經濟好一點點 又想做的話 這麼巧啊 你的年和月和日都排到了 但問題呢 你要用一個凌晨或者半夜 或者清晨這些時間 去配合他那個年月日的話 醫院方面 或者醫生方面 要加收一塊額外的錢 不是那個負擔到的 我曾經就遇過一個客人 就連月日 然後要配一個半夜的時辰 那醫院和醫生加起來 要收多四萬元 那最後呢 那個客人的家長就選擇 算了 算了 那就讓醫生去安排 什麼時間 就不責任 因為他覺得自己 負擔得來 可能會有一點點吃力 或者他本身都沒有對這件事情 特別信任 或者是特別相信的 那無所謂的 這個呢就是 那個經濟因素都會影響到 你能不能夠摘到一個 漂亮的八字出世了 這個第二個因素 第二個局限會影響你 那第三個局限 又是經常會出現的 一個意外的局限 意外的局限 經常發生的了 例如 孕婦突然間提早作動 假設你之前已經摘了一個漂亮的日子 漂亮的時辰 他出生了 都出生不了 因為他要立即搞 立即處理肚子 提早作動 等同我早前 有一個澳門的客人想找我改名 他的太太的肚子 比起他的預產期 早了接近十天作動 早了生了 這些意外 就是經常會出現的 所以 都是看天 能不能夠用一個漂亮的日子 漂亮的時辰出生 不是有錢大殺 其中一個比較常見的 就是提早作動 有一些意外就是 本身孕婦 身體或者胎陀得不太好 醫生有機會突然間 會跟他建議 不要開刀住 那些事情 本來你是摘了 明天的 醫生會覺得 不要開刀住 明天可能是 可能是 退後一點點 退後一兩天 都是一個安全的開刀期 有機會出現 或者提早又不出奇 有這些情況 亦試過 亦試過 我有客人 本身約了醫生開刀 但醫生突然間 家庭發生巨變 醫生做不到事 不方便執勤 不方便做事 那我那個客人 就很相信這個醫生 就寧願 算了 過多兩三天 醫生有空回來搞 都好過 給另外一個 他不知道信不信得過的醫生 又出現過類似這樣的故事 這些就是意外的局限 又會影響到 你能不能夠用一個 吉時吉日出生 然後另外 就有一些其他的局限 現在就少些 例如 早六七年 很多內地的人 會下來香港生 預約不到產房 都可以發生的 這些事情 又或者你遲了預約 例如 試過我有客人 本身都想著是自然生產的 沒問題 突然間 不是突然間 是去到後期 因為胎兒的發展 醫生就覺得 胎兒的頭比較大 到時怕自然生 會比較麻煩 比較棘手 是建議開刀的 因為那個時間 比較緊迫 你到時 去到這個比較緊迫的時間 去私家醫院 預約不到產房 亦都試過 其實有很多這些局限 所以就是 看看 你的家庭 或者這個小朋友 或者你的後代 有沒有這樣的福份 用到這個八字出生 或者你這個家長 有沒有這樣的福份 擁有這些 這麼漂亮 命盤的小朋友 其實就 去到最後 都是看過天的 這樣 OK 那師傅 我想請教一下 這個雙胞胎 或者三胞胎 在摘日上 又有什麼局限 或者有什麼注意 其實如果雙胞胎 雙胞胎的話 其實你的兼顧 會更加多 因為雙胞胎的話 的看法會有一點 不一樣 我剛才可以回答你 兼顧的事情一定是多了 困難度也多了 會有這個情況 會有這個情況 三胞胎就更加大了 兼顧的事情更加多 那個困難性會更加大 這樣 嗯 OK 如果假設那個觀眾 是 他現在可能在外國 在英國 或者其他地方 是 他也想摘日 但是他出生的地點在英國 是 是 那你又幫不幫到他 或者有什麼局限 其實沒有什麼局限 沒有什麼局限的 你也是用回 當時 當地 那個時間 太陽的日照 去和他做那個責任 是的 你指的局限 會不會去到英國 責出來就不一樣 會不會 其實是不是這個想法 都是其中之一 是的 沒有影響的 沒有影響的 嗯 其實照牌的 是 總之我們算命 就根據真太陽時間的 總之就用回他們當地的出生年月日時 去砌一個漂亮的命盤 然後看一個大雲 能否堅固到 就OK的了 那麼影響沒有的 況且現在是網絡世界 找到想找我 或者找其他師傅也好 都不是一件困難的事 有WhatsApp 有Facebook 有Email 一定找到的 是 那我當如果有觀眾 他看到這條片之後 是 下個星期就生了 是 今個星期找你行不行 哦 太廣了 是 太廣了 如果本身打算順產 就繼續順產 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是的 其實太廣了 總有機會 下一個找師傅 是的 正常就不應該 如果你打算有這個打算 其實是一早想定的 是 不會突然去想這件事 這樣 那就順其自然 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有些人 也對我都說了 有些人 經濟實力允許 又信玄學 又信某一個師傅 當紮出來 都是很漂亮的 其實都可以出不了勢的 嗯 真的去到最後呢 我想說的就是 都是看過福墳 看過天的 但問題是 你前面那一部分 我剛剛說了 謀事在人 成事在天 謀事在人 那一部分 你做不做這個意思 你不做就自然山 沒什麼所謂的 自然山都可以很漂亮的 其實 嗯 命盤都可以很漂亮的 是 是 你紮一開刀 其實不一定漂亮的 嗯 不一定漂亮的 那我好像也有見過 之前也有見過 有一個太太 不過是其他行家的一個案子來的 是 本身那個行家和她 摘過的一個日子 都叫做OK啦 都叫做OK啦 叫做安安穩穩 一輩子 那她用不著 後來為什麼用不著呢 她的老婆 是提早到接近 三個幾星期 趕著出生 趕著出生 是 她自然山的 是 但是那個自然山出來的那個 年月日時 整個命盤 比摘日那個更漂亮 嗯 是 所以呢 就看回 天怎麼安排 是 是 要看回天怎麼安排 有些事情 OK 所以大家 不妨可以參考一下 如果 本身也對命理有興趣 然後也以為 都懷孕 其實呢 可以參考一下 師傅的意見 這樣 好了 下一集我們繼續跟陳俊新師傅 又聊聊其餘一些 原口風水上的問題 好 多謝郭韻的支持 好 拜拜 拜拜 好 好